大家好, 我是Data 之前好多集介紹按摩店時, 都拍不到全新按摩 今集終於拍到一次全新按摩, 而且是我自己親自上陣 上星期我去了潤合會, 找小黃師傅幫我們示範按摩技巧 相信大家對小黃師傅好有印象, 他就是好多次在片尾出現的按摩高手 小黃師傅從事按摩15年, 他有極豐富的按摩經驗 手法好熟練, 剛柔並重 加重要, 小黃師傅以前是深圳超大型按摩場的王牌技師 實力無用置疑 當師傅幫我按腰時, 雙掌交叉, 就用力按我的脊椎骨 每一下都會發出啪啪聲, 感覺非常爽快 之後師傅就會按不同部位, 按到肩頸時, 他就發現我肩頸的勞損特別嚴重 按摩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透過技師的全身按摩 可以了解自己身體的問題 正如我以前不知道自己的琵琶骨有勞損, 因為我琵琶骨從來沒有病痛 直到有技師按到我的琵琶骨時, 我才知道已經傷得有點嚴重 當身體某部份位置有勞損, 按摩時會感覺到這些位置特別酸痛 特別是不受力, 輕輕按摩已經覺得有點酸痛 嚴重勞損的話, 在按摩時, 甚至會感受到有點咳咳聲 因為我肩頸有問題, 所以每次按肩頸都會覺得特別舒服 一般按摩都有個既定流程, 但按摩高手可以因應客人的情況 作出針對性按摩 例如客人腰部有問題, 按摩高手可以用多種手法, 幫客人舒緩腰部問題 單單是處理我琵琶骨勞損的問題, 小黃師傅用了700種按摩手法 對琵琶骨作出一個全面性治療, 而且每一種手法都非常精準 不改為王牌技師 小黃師傅擅長中醫推拿按摩, 精油推背足療 有國家頒發的高級技師資質證書 因為我長期用電腦, 所以右手不停用Mouse 勞損情況都好嚴重, 小黃師傅亦重點幫我按摩這兩隻手 其實經常用電腦的人, 每15分鐘就要換一換姿勢 每45分鐘就要休息一下, 等關節可以有適當的休息 不過可惜講就容易做, 真是好難 師傅會用力按住我手臂曲磁穴, 維持幾秒鐘 之後會輕輕力按一會, 舒緩曲磁穴的穴位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手法非常熟練 一直沿著手跟向下按摩, 最後用手肘去推拿前臂背面 我的手指都會自然跟著它擺動 之後師傅亦會用手肘去推拿前臂正面 速度先快, 後慢, 之後會定一定 同樣是手肘推拿, 其實有不少細節在裡面 經常用摸屎的朋友, 虎口位置都會特別酸痛 當師傅用力按我的合曲穴, 我真的叫他出來 我回到家跟著影片去做, 感覺上始終差很遠 小黃師傅人很隨和, 經常笑面認人, 有很強親和力 他是專業調理客人的亞健康情況 針對低頭族, 上班族, 開車族, 常見的頸椎, 腰痠背痛的問題 師傅會不閒得到極大療效 經過小黃師傅的針對性精準按摩 我真的覺得肩頸和雙手都舒服很多 其實大家看影片都看得到, 應該感受到師傅的大師級實力 想找小黃師傅, 就要去我們熟悉的潤合匯養生館 由盧關口出閘, 先落地閘 由地鐵通道走去伊爾出口, 上地面 就是去9號線方向 向前走2分鐘, 走到一個12路口位置 右手邊已經是佳寧娜廣場, 在80度咖啡方向走 前面是C座入口 坐電梯上23樓, 就會見到潤合匯養生館 船程大約10分鐘, 不用坐地鐵上上落落 又要經過安檢, 所以行路更方便 去深圳玩的網友們, 都會經常來往盧關口 所以在盧關口附近, 可以用到98元的價錢 做到一次全新按摩組合, 的確非常方便又超值 最後, 如果大家覺得這段片係有用 麻煩大家幫手點讚,留言及Share比朋友 多謝各位 想知道更多深圳吃喝玩樂的資訊, 請訂閱我Youtube頻道 多謝欣賞, 下次見